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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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型轰炸机 你更换了多少次发动机 整机结构优化减重了多少次就能弥补的 毕竟中型轰炸机从设计角色上起飞重量就更大 使其内部载油量更大 注定作战航程更远可以达到上万公里以上 同时 更大的体量和更大的起飞重量也使得中型战略轰炸机 这个分类上 轰炸机相比仅有的同级对手图22M3M也是差距明显 这个差距不光体现在不具备超音速脱防能力上 两架轰炸机放在一起体型上就差距明显 进而在最远飞行航程 最大在弹量等多个方面天生的存在 无法弥补的差距 那么总体来说 虽然当下的轰6K虽然已经升级改进 整体作战实力相比之前已经发生了天翻覆地般变化 但是这只是和自己的前几代机型对比有很大提升 如果和外部对手对比的 别说了被美和已经服役多年的重型战略轰炸机无情碾压了 就是和同级别的其他对手相比 也是升算不大 所以这也是我国急迫想要研制轰20的原因所在 当然 前缺段轰20还会出现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局势发展中 提前为轰20的发展把一把关 提前预估一下其发展方向 特别是对于还会出事的轰20而言 最重要的是解决两大核心问题 一个是体量的上升使得其真正的成为 具备3万公里战略打击的重型战略轰炸机 另一个就是轰20要比同级别的其对手具有一技之长才行 详细的轰6K自然经过发动机升级改进 机身内部结构优化使得其 最大作战航程已经跨过了洲际门槛 达到了8000公里以上 并且最大载弹量也是成倍的提升 达到了15吨的水平 但是对于轰6K而言 8000公里的最大作战航程和15吨的最大载弹量 属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那么对于轰6K而言 其虽然升级幅度很是明显 但是整体作战实力还是偏弱的 所以对于轰20而言 首要解决的就是资深体量提升的问题 比如其最大作战航程至少达到现阶段美额同级别重型轰炸机超过1.2万公里以上的作战航程 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战略打击的效果 毕竟现阶段轰6K的最大8000公里作战航程 就算是从东北起飞 也只能达到阿拉斯加 距离美国本土至少还有2000公里的距离 同时对于轰20而言 除了最大作战航程至少达到3万公里外 最大的弹量至少也要达到30吨以上 毕竟现阶段的很多战略巡航导弹 高超音速导弹的滋身重量就得两三吨以上 所以对于轰20而言 首要提升的就是 其最大起飞重量至少达到200吨级左右 这样才能在保证携带足够导弹的同时 实现真正的战略打击 第二大问题就是轰20该具备什么样的一技之长的问题 上世纪60年代轰6刚首飞的时代 各国的防空网络还是不是很发达 当时的战略侦察依靠的还是侦察侦察机 战略突防压力也不是很大 不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的轰炸机 也可以大胆轰炸踏过本土 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战略侦察机被高度更高的卫星所取代 不具备超音速突防能力的轰炸机 也极有可能被远程防空导弹所击落 所以战略轰炸机的发展方向开始朝着 超音突防发展 这一时期诞生的典型机型就是 美国的B1B和苏联的图160 两款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的战略轰炸机 但是没多久到上世纪80年代 随着远程防空雷达和导弹的技术发展 就连具备3万米高空 三倍音速飞行的一代碟王 S2-71战略侦察机都已经岌岌可危了 所以这个时期战略轰炸机的发展方向 又朝着隐身时代发展 而这一背景下诞生的机型 就是达明鼎等的B2U0隐身战略轰炸机 其只有0.01平米的雷达波反射面积优势 使得其在防空雷达上就和一只大雁一样大 地面的防空雷达根本不能发现其飞行踪迹 但是其依靠隐身优势已经悄无声息地成功突防 并发射导弹后再次悄无声息地跑着夭夭 所以对于即将出现的轰尔林而言 重复上世纪60年代的亚音速肯定不行 重复上世纪70年代高空或者低轰超音速飞行也不行 单纯地重复上世纪80年代就有的亚音速 隐身优势也已经算不上一技之长了 那么对于荒尔林而言 既然自身具备后发优势 那么相对对手的一技之长肯定要占优势一些 特别是这一技之长最好能够称为绝杀技才是上上策 也就是说对于荒尔林而言 最好的结果就是同时具备全球所有对手都不具备的超音速和隐身双重优势 才是致胜法宝 所以你要问还未出现的互尔林战斗力相比先一的轰6K有多大提升 这样说吧 拥有后发优势的互尔林 其实并不是为了彻底淘汰掉轰6K而出现 其真正的使命是既提升我国战略空军远程打击实力 使得我国真正装备有战略轰炸机的同时 又能凭借资深的作战实力 真正的全方位的碾压任何建议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所有对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